好 当然就是涉案的老师 他的资讯还有幼儿园 是不是可以公布 这是一个焦点之外 外界也关注的是 怎么会放任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有及时的被拦住 也没有及时的来惩处 民进党事议员简舒培 他就爆料了 他说根据现在交易局 所给他们的大事集当中 获报性侵案件之后 他们除了去查看监视器 后续指导员访访了两次 而且跟调查性侵事件 是完全无关的 他就痛批说教育局 是混淆视听卸责模糊的焦点 教育局则强调相关的访访 都有持续在进行 只不过这一起幼儿园 涉嫌性侵的事件 其实也横跨了前后两任市府 那么现任市长 蒋万安就说了 现在有很多发言是混淆视听 反而是造成家长更不安 还有就是前一任的市府 前副市长黄珊珊 是不是有责任呢 她贴文指出 说自己从来没有督导教育局 是由当时另外一个 前副市长蔡品坤所负责的 那么这个贴文也被IP说 是不是谢责 黄珊珊强调 实证不可能会吃案或是延宕处理 连续好几张照片都是台北市教育局去视察公司立幼儿园公安或场地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这回出现狼狮的幼儿园 看看这份教育局提供的大事迹 从一百一十一年七月到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 教育局有多积极 全都详细记载细看才发现 一百一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最后一次到园内看完监视剂 没发现狼狮性侵的证据后 一百一十一年的十二月才再度到园访式 而且是为了办理准公共幼儿园 一百一十二年三月 第三度到园则是为了公安机查 幼儿园的管理仍然十分的严谨 就是必要的公安机查 以及原务方式 准公幼的方式 都有在定期的那个安排当中 教育局的回答完全就是在混淆焦点 模糊视听 试图要逃避责任推卸责任 不止议员看不下去 这起狼尸案横跨柯文哲 蒋万安两任是负 事发当时还在任的前副市长黄珊珊 脸书发文先打预防针 强调自己从来没有督导过教育局 一度写下教育局本是副市长蔡炳坤督导 但事发第一时间在一百一十一年齐悦 蔡炳坤当时被判定脑出血 黄珊珊的发文引起网友批评谢泽 后来也急着更改帖文 教育单位没有人也不可能吃案或者是延宕 分工上非常的清楚副市长有督导的局处 然后他下面有配置的副秘处长 那不管是发生任何状况都有职务代理 前后任市府同声强调不可能吃案 Youtube 频道